MITOO运动近日持续延烧 不少演艺圈形象良好的艺人都爆出性骚扰 其中许展员也被卷入风波 根据受害者爆料文写到 自己在一间算有名的影视制作公司 担任脚本撰写 专门替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写对话脚本 某次出外景时 有位信实的一线大牌主持人 因为自己的爸爸是将军 而对方老婆的爸爸刚好也是 两人就聊得非常愉快 晚饭后大家换好泳衣 准备前往有名的海底温泉 不料在泡温泉的当下 自己却感受到 对方正抚摸自己的大腿 后续两人坐在同一台车时 对方还玩他的头发 与泳衣肩带 以天文一出让不少网友 将帽头指向许展员 在此他20日 也特地发文曾经说到 自己并不是该事件大家揣测的加害者 表示他这辈子都还没有去过绿岛 也不是一线大牌主持人 算老婆的父亲是将军 但自己原本认为 亲者自亲不想针对此事回应 但有非常多不负责任的吃瓜群众留言 还直接指名道姓 自己也截图存证 准备提告 会发成亲吻的主要原因是夫妻两 甚至传播行为会导致三人成虎 颠倒黑白 况且爆料者后续没有直接说出加害者的姓名 对方也没有公开自己承认犯行 或是给爆料者封口费 该事件就没有后续了 那自己不发文澄清 不就永远都会被怀疑 最后更直呼自己坚决反对性骚扰 但请勇敢爆料者 直接说出加害者的名字 以强毙命 不然被波及无望之灾的人来说 也是一种伤害